祝贺中国女排 报朱婷携另一巨星 火线池元蔡斌 李盈颖欣慰激动 在天争冠帮手 王云露彻底看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所传来的激动人心的喜讯 让广大的球迷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伴随着朱婷将有望 根据全媒媒体发布的消息 跟另一大巨星携手上演王者归来之际 也将会让王云露 这名中国女排目前队内的主攻 对吧 他将会彻底的看懂破防 也将会退位让衔 将这个主力主攻的位置 将李盈颖对角的这个位置 而彻底的让给朱婷 那么让中国女排 堪称是上演了王者归来 让球队重返巅峰 已经让球迷们指日可待了 那么众所周知 在刚刚结束的女排国家联赛 第二周的比赛中 咱们中国女排是两胜两负 目前我们在积分榜上 六胜二负的成绩排在第四位 但是由于第三周 我们还要跟全主力出战的塞尔维亚 以及美国队去交手 其实中国女排 我们虽然说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 但是我们在总决赛的排名 档次如何 对位形势如何 总决赛将会对上谁 真的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乐观 整个形势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女排目前 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是在第二周 我们看到 在与意大利和波兰两场比赛中 我们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队内有个别的队员 其实她的能力上限是非常有限的 是打不了这种硬仗的 就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王云露 这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子 中国女排的王云露 她虽然说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在场上很拼很努力 但是毕竟她的身体天赋条件 和个人能力的上限 各方面来看的话 她与朱婷 李盈颖 张长宁 这种世界级的主攻 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所以说 她无论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达到这种 世界级主攻的水平 所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蔡平给她信任 给她更多的机会 但是她也无法打出 让球迷满意的成绩和表现 可能打一些前期的弱队 实力比较烂的球队 可能我们还没有问题 是吧 显现不出王云露这个点的短板 王云露还能够给球队 做出一些贡献 但是在面对波兰和意大利 其实这两支球队 半主力出战的意大利 以及波兰队 他们都算不上 真正意义上的强队 对吧 但是打这种强度 并不太高的比赛 我们竟然遭遇了两离败 但是后期你要想到 打到第三周 甚至总决赛 面对全主力出战的塞尔维亚 意大利 巴西队 美国队 土耳其队 我们面对这些 全主力出战的强队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我们能够打败他们吗 对吧 很难啊 如果说人家这些 世界级的强队 都是全主力出战了 中国女排 我们连如今的 半主力的意大利 都办不了 如今人家全主力出战了 我们怎么可能打呢 直接就被人横扫出局了吗 那么甚至有可能 比去年的国家联赛 输得还要惨 直接在今年的总决赛 一轮游了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球迷 为什么在呼吁 一定要解决好 王云露这个点的问题 对吧 王云露只要一直存在 我们总决赛 就有可能一轮游崩盘 这个点已经成为了 我们的对手 重点抓住的一个 短板和软肋 和我们的七寸了 对吧 那这个连在场上 进攻端 分担不了李盈颖和 共享宇的 进攻端的下分的压力 那么同样 在防守端 看似能够接一船 但实际上 总是频频的送分 送探头 对吧 让咱们中国女排 变得也很被动 攻守两端 打硬仗 完全成为了 我们中国女排 场上最短的一块板子 我们的最大的短板 让球队 我们就很难打出 更高水平 更高的一些质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 就变得非常的被动了 只有让朱婷 这样世界级的主攻回归 才能够让中国女排 从根上解决问题 那么朱婷能够回归吗 对吧 朱婷张长宁 这些世界级的主攻 能回归吗 蔡斌一直给他们 保留着国家队的球衣号码 但是这两个人 一直没有回归国家队 对吧 尤其是张长宁 前期传出在备孕 甚至说 永远不可能回归赛场了 那么这事真的是真的吗 这两个人 真的不会回来了吗 事实证明 在近期我们看到 在中国女排困难之际 新华社这个权威媒体 发布了一个重量级的官宣 分析了目前朱婷和张长宁的情况 并且暗示着这两个人 在未来是将会王者未来的 而且这两个人目前 他们缺席比赛 只是暂时的缺席 所以说中国女排的这种困难 也是暂时的 只要这两人等到后期 他们完成了自己问题 解决完之后 回归到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就能够上演王者未来 通过新华社 他们的这一次的报道 就不难发现 朱婷张长宁 只是暂时因为 个人的伤命等其他原因 临时的缺席 不是永久的缺席 因为他们还没有退役 所以说这两个人 在后期随时有可能 携手持缘中国女排 持缘彩兵 朱婷携巨星张长宁 二人如果说 强强 联手归来的话 那么李盈颖身上的压力 担子就减轻了不少 对于李盈颖来说 一定是欣慰和激动的 而只要这两个人一旦回归 王云录也就看懂了 他将会彻底的沦为一个替补 我们重返巅峰 就已经只是一个 时间上的问题了呀